一片火海 用自然来比喻 让我们有好心的印象 生死是录到众生的形象 这个形象非常痛苦 众生由堕落到六道之后 很难脱离六道 在六道里面 史生生死 永远 没有休息 所以佛经里面说 生死疲劳 佛菩萨的眼睛看到 那是无比 可恋 可闻 在生死轮回里面 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恶道的时间短 六道里面的众生 我们可以说 三恶道是他的老家 是他的家乡 三恶道是走出来度假的 旅游观光的 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在 我们在 叶恩 那一步方面去观察 就明了 不用去想人家 想想自己 我今天 由朝到晚 起心 动念 是善念多 还是恶念多 这就明了 如果是恶念多 恶念所感的是 三屠地獄 善念所感的是 人天福报 那我们呢 恶多善少 果报当然是 三屠的时间长 人天的时间短 还有一个 最明显的 测验方法 凡人都会发梦 你想想 你每晚发的梦 是恶梦多 还是善的梦境多 他在这里 就非常明显地 知道自己 在六道里面 轮回的状况 我自己的经验 没学佛之前 每晚都犯恶梦 学佛之后 大概是最初十年 还经常犯恶梦 到了完全没有犯恶梦了 我跟大家老实说 大概是最近这十年 我学佛五十年 换句话说 三四十年的功夫 万克斯 没有恶梦 在这几十年里面 日日都在这里 读经 研教 讲经 劝自己 劝人家 我在港台上 经常对同学说 我讲经是 完全劝自己 自己是自己 最忠实的听众 一堂课都没有缺 最得受用的是自己 时间久了 年代久了 不知不觉 心理就转变了 那就是古人说的 尝试分修 没有刻意这样去 转变境界 自自然而地转 而且这个转变 最初也是非常之慢 也不是容易的 自己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 信守 佛的教诲 一定要记住 老师的教导 绝对不可以 阳奉 因为 自欺 欺人 自己骗自己 才会骗老师 骗佛菩萨 那就决定你 没有成就了 你在佛法里面 就会淘汰的了 你还是继续 去搞 三途六道 唯有 诚信 诚敬 认真 努力 好学 自自然然 转境界 转到 有一定 功行 那时 速度就快了 所以到了后面 我们一般人 讲加速度 为什么呢 心底 真诚 我们讲的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确实 得到了 真正 相应 到这阵时 修行 转境界的 速度 就不是 普通的速度 真正是 加速度 这种情形 经常 跟在我身边 但是 要真正 用功努力 你才发现得到 我 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 最近十年 你听下我 最近十年 讲的经 连年年都不同 每个月都不同 你如果是细心观察 可以观察到 每一个星期都不同 和成德相应 和成德相应 有一件事 还没放下 你想往生 没可能 你没可能 带着往生 没有这个道理 什么时候 全部放下 你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那时候 你又把握了 你就有信心 决定 你会带众看 这个形象 是佛菩萨的形象 千万不要移 就会带众看